从发生大地震的那一刻开始 慈激人就一直不断的关注在海地当地的所有的需求 而当蓝天白云踏上了这块受伤的土地之后 在当地的复卫工作始终就没有间断 包括了在当地所推动的乙工工粮 能够安定所有受灾民众的身心 另外来进行的发放和疫诊 更是复卫苦难和病苦还有伤痛 那么就在当地时间的2月22号 那么在当地的慈激震灾团已经完成了 这个星期预计的第一次的发放 这是地点在十字架教区的本堂 那么这是在当地的第一场 这个星期的第一场发放 今天的发放总共是有1500份的塑胶布跟茅毯 那么接下来还会在当地 包括了在当地时间的24号跟26号 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五 还要分别发放1500户跟2000户的塑胶布跟茅毯 这主要就是因为雨季快来了 这都是当地最需要的各种防雨的用具 此外呢在25号这一天也会在 这个泰巴尔市这边也要来发放 塑胶布毛毯跟食物总共有560户 那么在今天的发放工作看到了 这群美军82空降师的30位士兵 他们特别到现场来维护发放的安全 事实上呢他们也在发放等候区 跟所有的灾民们一起唱歌跟同乐 不但化解了哀伤的气氛 也看到了在灾区当中难得一见的欢笑 清晨四点半 天黑未亮 司机志工的发放工作已经展开 天随未明 但海地已经醒了 十字架郊区前的大马路 已是车水马龙 海地时间2月22日早上6点半 等候领取物资的现场 协助维护安全的美军士兵 已经是第二次和慈禁合作发放 团乐共舞的这一刻 放下武装的威严 一条毛毯一张塑胶布 弯腰将物资送给灾民 微笑中更有着真振的祝福 我居住在韩国的团队 在十字架郊区这场发放 总计共发放塑胶布和毛毯 满着1500份 四海一家的歌曲鼓舞人心 让大灾难后的哀伤情绪 暂时得到了缓解 带新闻范琴刘汉清 海地的采访报道